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平常很喜欢收藏美好文创商品的我呢 在2020年有收藏过了一款 我个人唯一的塔罗牌作品 那在2023年呢 这件作品有全新改版 那就是这个 马鲁口小画室的小动物塔罗牌 为了迎接新的改版呢 我们会做一个很详尽的开箱 来看一下新版有什么样子的新惊喜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和旧版来做比较一下 看它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异 老婆 谢谢你 谢谢 还记得我们在三年前的开箱 旧版的外壳是那种 比人脸还要大的紫色外壳 后来呢 它进化再进化 就都是这一种 一手可以掌握的尺寸啦 之前的1.0版 我们先不比较 我们直接比对 我个人定义的2.0 也就是2021年的旧版 还有最新出来的这一个 烫金重制版 以下呢 我们简称它为新版吧 先从外包中来看 左边旧版是紫色系 右边新版是这一种宝蓝色系 主要的差异呢 是新版增加了部分烫金 小兔子拿的星体 从太阳月亮变成只有太阳 这样子就不会有正逆味的辨识影响啦 再来 两种的自体选择也不一样 旧版呢 有一种隆重感 新版比较俏皮可爱 两种各有不同的韵味 好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旧版的盒子比较丝滑 那新版呢 稍微是有一点阻力的 翻过来看 里面暗藏的图案 还有盒子旁边选择的塔罗牌图示 也不太一样哦 再来就是 他们都有附上一个 很有质感的烫金黑色绒布袋 整体来说 绒布袋的差异度没有很大 倒是两本说明书的纸质 有明显的差异 那这个新版是雾面的呈现 接下来是主角塔罗牌啦 旧版直接给你看大牌的图面 那新版呢 还多这一张卡牌 营造出神秘感 我们直接以第一张的鱼人 来仔细比较吧 同样是柴犬茶茶 旧版有一个很明显的黄色边框 那背面也是黄色 雾金色细的框框 搭配盒子封面的小兔子 那它有一个重点呢 是会被辨识出正逆未来的 至于新版 把边框拿掉了 整体图像的视野变得更开阔 图像的部分区域会有烫金 所以看起来会更闪耀 那它的烫金呢 是热烫金 是图案印刷完之后 要依靠人工去对位印制的 所以不一定每一张都很完美 还有可能会因为使用的方式不同 产生磨损 但是它真的是神爆我的眼耶 那至于背面呢 是这种内敛的金色边框 搭配外盒的主视觉 不会有正逆未被辨识出来的疑虑 好的 我们比较完新旧两版的差异呢 就专注的仔细看一下新版吧 我们依序看一下 22张大阿尔克那牌 感受一下哦 这些用色很饱满的 手绘水彩茶话 还有点缀每一张卡牌的 绝美烫金哦 那因为我个人对塔罗牌 完全没有研究 很怕会解读错误 所以是以展示为主的 鱼人是刚才示范的茶茶 再来是小兔子魔术师 优雅小物女祭司 小猫皇后 万首之王狮子皇帝 和平后聪明的大上赵宗 可爱的短尾 矮带鼠卡普 小松鼠骑马 这个是战车 被安慰的狮子 这是温柔的力量吗 还有这个看起来很聪明的浣熊 很有神话感 还有读书意上的命运之轮 文重的小兔子 可爱的正义 很帅很灵活的狐狸 呈现的是钓人 这位是可爱版的死神 天使小猫熊 代表节制 白狼狐恶魔 那这个亚当和夏娃 是刚才那个恋人吗 贝雷吉的塔 还有跳下来的小兔子 闪耀的猩猩 龙虾和小狗 它们一起看的是月亮 这张看起来很开心 连太阳也快乐 天使猫咪吹号角 这张是审判 最后这张是事件 旁边的元素 是命运之轮的角色 再来呢 还有这56张小阿尔克纳牌 依照四大元素来分组 首先登场的 是代表力量 能量 行动和创造的全杖牌 这个牌组的主角是小兔子 又兔子代表力量啊 我就会想到我以前遇过小兔子的经验 它们完全不像表面的柔弱都强恨到不行 所以就觉得这个确实有一点贴切 好我们重点看一下最后这几张角色牌 整个构图还有汤筋的搭配 看起来兼具霸气和鬼气 再来是代表感性 自灵层面的圣杯牌 这个牌组的主角是小狗 用小狗来描述情感也非常适合的 以宠物来看的话 小狗确实大多数都还蛮亲切的 OK那最后这四张角色牌 我们也是要重点展示一下啦 继续要看到象征理性决策和思考的保健牌 这个牌组是以小猫当主角 确实哦 我目前遇过的小猫咪 不管是在想事情盯着你 或是玩了 还是说它根本不想要理你的时候 我都觉得啊猫是很聪明 有在思考的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这四张 就感觉这几位一脸聪明样啊 好最后这一组呢 是代表实际 物质还有现实财富等领域的 钱币牌 主角是小松鼠 原本松鼠啊 都是拿一些小上石啊 小松果的 现在拿小钱币看起来也很合适 希望财源滚滚来 最后这四张角色牌 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富贵的模样 那牌组最后呢 还有一张空白的卡牌备用 OKOK 还有一个重头戏哦 在预购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预购特点 各位已经买不到了 那我就开箱给各位看一下啦 这个呢是特殊烫金的 22张大阿尔克纳牌 我是109号 109辣妹吗 给各位看一下 原本就已经够好看的烫金重制版 到了特点它会有多特别呢 没错 它就是这么的好看 原本的烫金呢 变成这种银色闪耀珠宝光芒的印刷 那背面呢 也从雾金色的边框 变成了珠光紫 有够好看的耶 原本烫金啊 是走一个华丽典藏风嘛 像是皇家宫廷贵族 那现在这个版本呢 就是富家千金啊 最新版的这两款真的都好喜欢 那因为我个人呢 没有学过塔罗牌专业知识 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粗浅的 使用开箱的方式 给各位看一下 它精美的水彩手绘 还有它的整体设计风格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很希望可以邀请到 一些专业的塔罗牌师 来使用这副牌 可能会有更精彩 或是专业的解说 你喜欢它们哪一些特色呢 不管你平常有没有在研究塔罗牌 又或者是说你喜不喜欢 这类的文创商品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 或是分享一些小心得哦 那还要记得关注我们的IG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 BOBO